牛肉干是东方的特色风味小吃,是当地的名优特产。 而小岭牛肉干因牛肉蛋白质含量高,脂肪含量低,营养丰富,味道鲜美,深受大众喜爱。 今天让记者带您一起品尝小岭牛肉干的独特味道。 品尝东方特色美食,品味舌尖上的黏味。 牛肉干是东方口口香川的地方美食,荣获十大小吃第三名的就是小岭牛肉干。 那么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一起去探寻这道特色美食小吃。 早上八点,新鲜小黄牛肉从屠牛厂运到东方城东军屯牛肉方。 在干净的圆形木板上,师傅一块一块进行切割,让他们在舌尖上第二次绽放。 那么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,我们的厨师用锋利的锄刀把一些不好看的边角和筋膜修掉, 然后把这个牛肉切割成薄薄的一片。 这块牛肉在师傅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切片完成,肉身慢慢地被削平了。 师傅你好,那么削完这些牛肉以后,下一道工序是怎么样的呢? 下一道工序的话,就是拿海盐,腌制个十分钟,然后就可以拿去晒了。 经过十分钟的腌制,师傅把经过腌制好的牛肉放往上涂晒。 阳光以最明亮最透彻的方式,与鲜嫩的牛肉交流,等待温度和时间成就味道。 大约需要八个小时左右,鲜嫩牛肉片即不晒成嚼劲纯香的牛肉干。 师傅,您现在在做什么? 我在蒸空排酸。 这个排酸的作用是什么呢? 排酸的作用是提升牛肉的口感,更大限度地突出牛肉的本味。 蒸空的话是包装为了干净卫生,同时也为了更易于保存处韵。 就这样子,现在已经打包好了,现在准备,准备,准备整口。 每一道食材都有众多做法,每一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味道。 迥然不同的东方牛肉干,更是如此。 经过八小时晾晒的牛肉干,再配上厨师的巧手,在锅里油炸后, 几分钟后,昏香四溢的牛肉干已出锅。 现在在我面前的就是刚出锅的牛肉干。 大家通过镜头能看到,顺着这个牛肉丝,能看到丝丝的纤维。 让我来尝一下。 这个牛肉干的嚼劲是恰到好处的,牛肉的圆香,纯取绽放,特别好吃。 据介绍,牛肉干起源于东汉时期,福波将军马园奉旨南征,平定南疆。 途经顺兴岭,金东方小岭,大败军取得顺兴岭大捷。 福波将军杀牛犒赏三军,因当地天气炎热。 军中厨师将剩余牛肉用当地腹吸粗海盐腌制良善,后用油煎制,香韧可口,回味无穷。 小岭牛肉干碎流传至今成为当地特色小吃,也就是拥有这独特家乡味道。